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如何安全舒适的上下拖签 精彩滑雪即将开始 前面教练们已经为我们介绍了黎氏滑将的技术要点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细嚼慢咽的消化掉 这肯定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帮助 好 大家看到好球链先给大家做个示范 对 黎氏滑将对于急切想感受雪上速度与激情的朋友们来说 可能不够刺激 不过就像雪跑之前先会走一样 对于不会转弯的初学者来说 能够稳健的从坡顶滑下来不摔跤 就是一大飞跃 这也是培养滑雪自信心 已经掌握今后更高技术的基础 坂顶滑太宽了 窄一点 坂江窄点 坂江 一两个扶手头上 还有坂江 坂江保持一点 看似简单的外八字动作真的要做起来也硬不轻松 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像做离世动作时那样用力 很多即便学会了离世滑降技术的初学者 能像他们这样平稳的下滑 也需要下一番功夫 下面的一些方法 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掌握离世滑降 两板平行放置 原地跳起在空中变为绿色 离世状落地 这种方法不但可以锻炼你的腿部力量 而且会强化你的离世姿势的感觉 努力用最标准的离世落地 今后在滑行过程中 一旦速度失控 这种控制雪板的感觉 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甜头 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教练带领滑行的方法 是雪床上最常见 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好 头抬起来温望下丑 凭感觉聚火 松板凳开 膝盖夹得太紧了 板尾分开 再灯往外灯 把重心的力量放在前板尖上 感觉两个脚跟 好像在雪鞋里拔出来一样 板尖边上 板尾分开不一定就是板尖分开 知道吧 板尖要边上 有一拳的距离就可以 好 上体放松 眼睛向前看 不用先下丑 如果先下看的话 前面有什么障碍物 或什么东西撞上怎么办 是不是 眼睛向前看 用感觉去晃 把两个膝盖往里扣 用硬去磕住雪面 才能控制了速度 上体放松 由于有教练的协助 你的安全感大增 可以更大胆的去体会动作了 而且教练把你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随时可以指正你的毛病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 容易对教练产生依赖感 一旦自己滑行 又会不适应 这种方法对于胆子小 或体质稍差的人很适用 身体平稳 在教练的帮助下 你的全部任务 就是仔细体会雪上如何用力 体会板刃刻入雪面的感觉 尽量避免下面的错误 你的离世滑降 会做得更漂亮 反正就要擦了 脚干净时间 脚干净时间 把东西放脚清掉 脚干净时间 实际就把脚都要擦了 很好 手帐放松 水位太高了 往下一点 很好 把手帐往前停一停 太低了 太直了 放松一点 赶紧往前看 放松 好 反正就太宽了 脚掌用上去 手伸手腿背后 不对不对 待会儿 两个腿平均分泌力量 是不是 一个腿分泌力 这不跑偏了吗 快转过去了吗 这是离世滑降 不对不对 两个腿平均分泌力量 把重量压着前半 两个脚尖 两个腿一起用力 一起往外分 对平均分泌 身体分泌 身体一扭 它就两个腿就可贴了 身体重质算前看 好 这么说对了 身体重质算前看 好 身体重质算下 板垫太宽了 等你往后再往前停 等你往前停 好 我打一层阵 膝盖往前后一点 两个膝盖都往前后 然后碰住 然后碰住 非常好 非常好 控制住眼睛 眼睛往前看 三千三千 别看我 看前面 反美太窄了 封宽一点 封宽一点 不对 封宽一点 你先把两个膝盖 不要夹上 两个膝盖打开 膝盖打开 你先看 别往下走 膝盖打开 看好 这膝盖打开 眼睛控制得好一点 你全资格 不要分那么宽 身体别动 身体别动 上车站着前方 眼睛往前看 眼睛往前加看 看路线 封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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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身体正向前方 平稳 放松 把手枕往前抵 封宽往前 封宽站起来 封宽抵起来 封宽抵起来 封宽 他整个板架都失控了 他能不摔吗 来 来往前 你看你中心又往后 站着你都往后 你往前滑的时候 这个臀部 先要别往后坐 你看你那整个身体 都在后边了 我不是告诉你们 这个臀部不能超过 这个结尾 你只要你超过了 中心就失控 板件都翘下来了 所以你把板件压住 膝盖往里扣 手上往前提 才能真正把板尾推开 推一下试试 好 就这么做 熟悉了黎氏滑降的感觉后 我们开始利用黎氏动作 控制速度 正位的离世 手放松 接放松 收 打开 收 打开 收 分开 收 打开 收 推 推大 推大点 收回 放松 推 好 身体往上走 把你收 放平 推 走 推推 推 通过不同程度的离世滑降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你的下滑速度了 如果想追求点速度 我们大可以使双板尽量平行 如果觉得速度太快 又可以加大离世长度 让自己慢下来 去看 前面 在 最后 这项技术是我们之前所学的所有技术的结合与总结 把它掌握好 一般的缓拨对于你来说已经不在话下 同时你也要做好准备 我们马上就要转弯了 我们马上就要转弯了 速度是滑雪快乐的源泉 也是滑雪者追求的目标 正一如此为了避免和高速的滑行者相撞 在准备滑行前应该先仔细观察雪道前后的情况 确认安全后再进入雪道 现在我们从滑行状态中先暂时脱离出来 来掌握另一项非常必要的技术 八字更拖 利用外八字往山上行走 这个外八字行走主要的一点就是注意 利用两个内板刃 撑住身体 磕住雪 还有一点是雪障 在后边的两侧也撑住身体 当你往前迈的时候 你的这个膝盖是往山侧方向顶 但别顶太大了 顶太大了 你这个下面的这脚就撑不住 感觉别压把板尾就行 然后再卖另一个 磕住雪 走 看到我的手杖 哪只脚抬起来 哪边的雪障撑住身体 利用外八字登坡 便捷快速 但它对初学者而言 也比较难以掌握 在后面的节目里 我们会详细地介绍 外八字登坡的细节 在初学者聚集的初级雪道上 拖铅是必不可少的 它可以快捷省力地 把你送上坡顶 免去爬坡之苦 不过从上往下滑经常摔跤 那从下向上 又有力量帮助你 是不是就容易多了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怎样正确地上下拖铅 慢慢走 别着急 好了 我们已经到了拖铅的入口 爸妈 咱们在上拖铅的时候 排好队 不要擦队 以防摔倒 注意看我怎么往里走 三板板一个个的挪 再拿另一只板子 这边磕住印 慢一点 好 把你的板尖顺向拖铅到 好 大家过来 一上拖铅的时候 为大家讲讲注意的几个事项 拖铅来的时候呢 注意往后瞅 别让拖铅来给大家创上 上拖铅之前 先把雪杠 拎拎一手拿着 拖铅一只手来 拖铅过来 抓住它 用两个膝盖夹住 两腿夹住 板分平行 板件冲在山上 很可能拖铅一带动 带动我们走的时候 一带动我们走的时候 它有一个寸境 往前一带 很容易把人的重心里失控 容易往后坐 容易摔倒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抓住拖铅 拖铅 它的顶上的钢线 走走 拉开之后 我们就随着它行驶 往前去 现在给大家做个示范 拖铅来的时候 雪杖用另一手 这手拿着 看着它 抓住 看着钢线 站出来之后 两腿之间夹住 站直了 向前行驶 好 现在大家一个一个上 我来帮助大家一起上 来 我先上 一个一个上 大家要注意安全 首先先站好 舒服的自动向上滑行 是不是很惬意呢 在我们刚刚享受这种待遇时 现在要随时留意 很多时候拖铅就是出绝者的梦魇 在上升过程中 难免要出事 我们就来看看 在拖铅上是能摔跤的吧 来 来 过来 来 爸爸 爸爸拿我这边来 绑海 绑海到过来 跟你往这边转 拿过来 往后退 离开这个雪道 离开雪道 来 来 起来 你看你刚才在往上上的时候 你这两个板子落到一起了 这样四处平衡了 所以再倒了 知道吗 那你在走的时候 这不有两个雪道钩吗 两个板放在这个钩里面 放平 稍微宽一点 这么夹的 走 就好了 两个板宽一点 站直了 站起来 膝盖打开 来 把雪板挪过来 身体站直了 有两腿 鼻子是牵引 夹住它之后 膝盖往前 同步往前请 带动你上 因为它往上一走的一行驶当中 它肯定一带 把板在下面的身体移后坐 那就少了 所以这个身体 抓住 抓住这个 不会有个杆吗 抓住它 身体往前请 好 稍微注意 松走 松走 来快点 离开这个雪道 被影响下面的人上 来过来 离开这边 妈 你看你在刚才往上的时候 你这个板尖 往两边分了 打开了 你站直的时候 这个大腿 使上劲 站直溜的 你要不使劲 你愿意它走 它们越走越分嘛 是不是 站直的身体 上面往前一点 夹着它 好 夹住身体往前 走 大家看到我怎么下 注意点 怎么下牵引 在下的时候 把身壳的水面 然后腿分开 把它送出去 一样挪过来 好 高建 下 好 来出来 水分开 好 走过来 有电 下来之后 用雪板 磕住 雪面 力度硬 这才能在 在 坡 坡点 才能 站住 来 先回来 行走 来 这为什么摔倒呢 就是你这两个反应 那磕度雪面 在下千眼的时候 记住 一定要磕度雪面 才能行走 因为这是个坡度 摔上 上下拖签 也需要多加练习 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安全地享受 拖签带给你的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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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登坡接力赛 要注意 一定要在无人滑下的区域内进行 在熟练掌握登坡技术的前提下 速度越快越好 在快乐的气氛中 你的八字登坡技术一定又有精进 在哪里 下一集 我们将透过改正错误 彻底掌握八字登坡 由挑战自己的 直线滑将难度练习 以及离世转弯 下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